北京市2011年度健康白皮书公布的数据显示 每年北京户籍居民新发肿瘤病例3.7万人 有60%在5年内去世 平均每天有104人确诊肿瘤 每年因肿瘤死亡2万人 约占所有死因的四分之一 恶性肿瘤已经成为北京市户籍居民主要死亡原因的第一位 到底该怎么做到早期发现肿瘤呢 不同的癌症又有哪些早期预警信号呢 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特殊的体检 防癌体检 大家好 我们现在呢是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防癌科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跟随我们的体验者来到这里做防癌体检 那今天呢配合我们进行体检的呢 是防癌科室的副主任张凯医师 您好张主任 您好 那我们的体验者来到这个地方做体检 首先第一步要做些什么呢 咱们的受检人呢到我们这个肿瘤医院来体检 我们第一步做呢是要挑选体检内容 体检内容的挑选呢 因为我们相对来讲肿瘤体检它的特殊性 所以呢我们基本设置了几个基本的体检内容 这基本体检内容从低到高呢分了两到三个档次 然后呢加上一些特殊的有创性检查 这个体检内容呢 这个受检人呢先自己阅读一下体检内容的 体检掏餐的大致内容 然后呢我们有相对专门的人员给他做指导和解释 你比如说啊这个人啊他有大于五十岁有吸烟室 那么我们会建议他做一个包含低基量螺旋CT的 胸物低基量螺旋CT的一个套餐 如果这个病人有这个家族性的这个消化道肿瘤室 我们可能在这个基本套餐的基础上 会有建议他做胃肠性的胃肠镜检查 如果这个病人这个体检人呢在别的体检单位 他做过一些影像学的检查 你比如说他做过胸片了我们可以根据他具体情况 把这个相重复的一些有创性的有放射性的检查内容删除掉 还有一些体检人的比较紧张 他来这里呢就是为了做一种某一单一检查 比如他听说过抽血可以查肿瘤 他可能只要求抽血 事实上从技术来讲单一的抽血做不了这些判定的 那么呢我们会建议他在这赛子技术上加一些相关的检查 因为单纯做一项检查不能包含所有妨碍体检的信息 会耽误病情 那说定咱们这样一系列的套餐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主要的关系是因为我们是专业做妨碍体检的 这个妨碍体检对咱们高位人群的找准非常的重要 我们是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国家医生中心 我们有义务呢在这个妨碍体检上做到一个标准化 规范化的一个指导示范作用 好的谢谢张主任 那今天我们的体检者来到这儿进行的第一步呢 就是要进行套餐的选择 张主任那我们刚刚体验者呢是做了一项抽血的检查 那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抽血检查好吗 这个血血检查呢在肿瘤妨碍体检里面呢 它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但是呢我在这里需要强调呢 因为血液单纯靠血液检查呢 不能作为癌症找疹的手段 我们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一滴血茶癌呢 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但是还是很有影响 我们在实践当中呢也会经常的碰到 很多的人专程跑到肿瘤医院来 我就干一个事儿 你给我把肿瘤标注物给抽一下吧 我看看有没有癌细胞 事实上呢这个血液检查呢 它是肿瘤检查找疹中的一个部分 而且这个部分呢 它的地位呢 并不是特别靠前的 如果非要排序的话 你比如说腔镜 它的地位就比较高 胃经常镜 它直接能看见肿瘤 其次的是影像 比如说CT核磁 再其次呢是这些超声等影像检查 再往下可能才是学一学检查 某一些肿瘤的肿瘤标注物呢 是比较特殊的 比如说甲钛球蛋白啊 还有核肝癌的关系啊 这个PSA和前列腺癌的关系啊 这是比较确切的 但大多数的肿瘤标注物呢 不是特别的特异 它只是一个参考 所以要参考肿瘤标注物的品种 要参考肿瘤标注物的身高的水平 而且更重要是 如果真的有肿瘤标注物身高 大家一定不要紧张 我们在咨询工作中 会遇到很多的这种情况 非常紧张 看到肿瘤标注物高了 以为自己得癌了 就是寝室难安 恨不得马上就得到这个专科大夫的指导 找到哪有肿瘤 这里面呢90%以上的肿瘤标注物身高 实际上是非肿瘤因素引起的 我们的处理一般是第一复查 第二呢 观察它这个肿瘤标注物水平的变化 如果持续性增高 或者高到一定水平的时候 我们会给它做相应的 我刚才说的这些检查 对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检查 甚至包括胃肠镜啊 等有创型检查要进行 但大部分的肿瘤标注物身高呢 是因为非肿瘤因素引起的 你比如说一次严重的腹泻CEA就会高 那你过了一个月以后这个腹泻啊胃肠道刺激减轻了 你再查CEA又降到正常了 这种现象经常经常常见 因此呢我们在 血液学检查的肿瘤标注物 血液学的肿瘤标注物检查 在肿瘤早诊里面呢 它的地位呢 是这样一个地位 大家千万不要把所有的 肿瘤早诊的希望寄托在这一项检查上 好的 谢谢张志远 楼上这个体检的流程呢 它是电脑排检的 因此你每一个真实去之前呢 电脑会把这个 今天的体检人群的这个数量 人数和项目 做它一个自动的排检 所以爱因呢 刚开始抽完血以后 电脑把它排到了这个 碳13催起实验这里 碳13催起实验做什么呢 是做油门螺线杆军的检测 油门螺线杆军检测呢 是我们筛查上消化道 尤其是胃部肿瘤和胃部 其他疾病的一种方法 因为除了胃镜之外 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而胃镜又是有创性的检查 胃镜只适合于高危人群 做这个相应检查 所以普通危险度的人群来讲 我们会通过油门螺线杆军检测 以及胃蛋白霉源一二 这些检查呢 做出筛 如果这些检查都是阳性 那么我可能会建议下一步 阿姨做胃镜的检查 如果这些检查都是阴性的 它也没有其他危险因素 那么它可以作为常规的 进到常规的筛查程序里面去 阿姨做完这个催起实验以后 因为螺线杆军检测以后 下一步给侵占机排检 把它排到了下一个真实 拂盘超生呢 浮盆超生呢 主要是检查的是肝脏 胰腺 胆囊 脾脏 和肾脏 还有呢 盆腔呢 就是主要有子宫和卵巢 在检查的时候呢 主要是检查一些 这些以上述部位的这些的良恶性的肿瘤 那么比如说肝吧 肝脏它就有肝癌 还有一些 这些是恶性的 还有一些是良性 比如像血管瘤啊 和囊肿啊 这些 那么他们呢 因为这个超生呢 它是最方便的 无创的 所以呢 在防癌这个筛查的时候 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手段 它的减触率呢 是人群 是个人的体质不同 因为跟这个脂肪层 它的脂肪厚度是有关系的 一般呢 咱们拿肝脏来举个例子 肝脏的这种减触率呢 大概在94%左右 但是它的敏感性呢 就是稍微低一些 是47% 所以在检查出来之后 如果有问题 还需要相关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目前的乳腺癌呢 是中国大城市的 第一位的女性的肿瘤 乳腺癌的发病率呢 也正在逐年的上升 所以呢 由于乳腺是一个体表的器官 早期的检查发现 乳腺癌是很有意义的 可以提高治疗的疗效 乳腺癌的检查呢 一般是由触诊 超生和乳腺目把检查 三种检查方法 共同进行 可以最大限度的 早期的发现乳腺癌 其中乳腺处诊呢 它可以检查到体表的一个肿瘤 如果比较表浅的话 可以初步判断一下 肿瘤的凉恶性的情况 B超检查 对于判断 囊性的还是实性的节节 有很大的意义 目把检查 一般是在40岁以后开始 目把检查有一定的辐射 但是它对发现早期乳腺癌的 沙利样的钙化 具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呢 这三种方法呢 是互相补充的 不是可以互相替代的 我们这个房间 主要是做一个病时的采集 和一个风险因素的评估 同时也包括一个一般检查 包括血压和脉搏 心脏的心跳的情况 还有包括体重和身高 做一个体重指数的评估 为什么要做一个病时采集呢 比如说我们一场 现在涉及到一个病时是 有没有乙肝的病时 结合的病时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说肝癌和乙肝的发病率 肝癌的发病率和乙肝 是密切相关的 90%的肝癌的患者 都是有乙肝的病时 而且患乙肝的这种 健康人群呢 得肝癌的风险 要比正常的人群 要高10倍以上 所以说我们就做采集这个病时呢 就把这个有乙肝的病人 纳为一个就是肝 患肝癌的一个高位因素 然后建议他每半年呢 做一个复查 一般是用B超 进行一个定期的复查 就可以了 同时还包括就是肺结合 我们也要做一个评估 因为结合它和肺癌的发生 也是相关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 一般这个病时采集的意义 网友朋友我们刚刚 这位体检者呢 做的是头颈肿瘤的检查 那这项检查具体是 针对哪些癌肿的 这些具体的问题呢 我们有请我们的邹杰医师 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其实头颈部的肿瘤 肿瘤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刚才检查看到 检查有鼻腔的 鼻腔的肿瘤 鼻痘的肿瘤 变桃体 喉癌 还有声带的 甲状腺的 口腔癌 这些肿瘤还是比较多的 邹大夫 那我们在进行这项检查的时候 有一些哪些具体的方式方法呢 其实头颈部的肿瘤的检查 基本上就是试诊和触诊 就是简单的看一看 摸一摸 有很多人有这种疑问 你就这样的看一看 摸一摸就能发现肿瘤吗 实际上 看 摸 这是最简便有效的办法 之所以有些 我们要做 背镜 急肠镜 或者CT 核磁这些检查 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做到 看到它 摸到它 我们 耳鼻后科 好的就是 我能直接看到 比如说 鼻腔的肿瘤 后部的肿瘤 甲状腺口腔的 我一眼就能看到 假如现在就在皮下 我身手就能摸到 这样对于诊断来说 虽然看上去很简单 但是非常有效 网友朋友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直肠和前列腺癌 摔查的诊试 接受我们采访的是 毕晓峰主治医生 您好 您好 首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咱们这个的筛查方法 都有哪些呢 其实这个 节肢肠和前列腺癌的筛查 目前来说 还有好多有争议的地方 像前列腺癌来说 就是说 目前国外的 美国的大规模人群 调查的结果 是前列腺癌的意义 还有在于商榷 就是说它有意义 还有没有意义 大家还有争论 但是对咱老百姓来说 就是常规的 这个直肠直诊 B超 还有前列腺癌 抗原这些检查 还是对个人的 这个前列腺癌的 筛查还是很有帮助的 然后就是说 目前筛查的方法 主要有 这个 大便前血实验 然后乙状结肠镜 然后乙状结肠镜 结肠镜还有这个 CT的仿针的这种影像学 最好的方法就是结肠镜 而且这个结肠镜呢 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 可以十年做一次 这个间隔时间是十年 所以说 虽然它准备起来有些麻烦 但是它准确率还是很高的 十年查一次 对大家来说 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整个这期检查 需要看哪些指标呢 哪些指标就是出现异常 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呢 常规来说 大家每年做一次 大便前血实验 就是说 是一个 直肠癌的一个筛查的 一个初步方法 如果大便前血是阳性的 你就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了 就你得查清楚 这个血的来源是哪 然后大部分人就要建议 你做结肠镜了 就整个结肠进行检查 对于前列腺癌来说呢 就是说常规的检查方法 就是B超和前列腺癌 抗原 前列腺癌抗原 如果它的值 大于4 大家就需要小心 需要做进一步的 B超啊 核磁啊 这些检查 现在前列腺癌抗原呢 大家增加了一个 游离的前列腺癌抗原的 一个检查 不光查前列腺癌总抗原 还要查游离前列腺癌抗原 还要看它的笔值 综合来衡量这个 前列腺癌的危险性 好的 那谢谢您 不客气 那么下面我们就请 复合肿瘤晒诊室的 孙平医师 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的筛查 都有哪些的方法 然后同时呢 是针对哪部分的肿瘤 进行的一种筛查 那您好 咱们妇科检查 主要是可以发现 外阴以及阴道的一些肿瘤 另外是宫颈的病变 大家都知道 现在宫颈癌 是女性生殖系统 发病率最高的 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咱们主要是来检查这一个 另外还可以跟B超合作 辅助检查一些子宫 子宫的肿瘤 以及软巢的肿瘤 还有盆底的一些 抚摸后的一些肿瘤 都可以通过复合检查 这个双核诊和三核诊的操作 来发现的 张主任 刚刚我们这位体检者呢 做的是CT的检查 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检查好吗 我们这个妨碍体检里面 这个CT呢 单做的就是胸部低剂量 包成CT 这个CT检查主要为了 筛查肺癌 因为大家知道肺癌是 发生率和死亡率都是第一的肿瘤 那是我们主要筛查对象 这些年呢 肺癌的早诊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 就是这个 所谓的胸部低剂量 包成CT 因为它的放射剂量降低了 另外呢 它做的层薄比较薄 因此可以证实 就是唯一能够提高肺癌 早诊率的一个检查 所以呢 我们对肺癌的高危人群 要采取这种检查方式 这个阿姨呢 是C2首年 三十年了 她属于这个高危人群 因此呢 给她实施这种 低剂量包成胸部CT检查 但是呢 对于其他部位的CT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我们在早诊体检的时候 是不作为推荐的 也主要考虑到 第一 放射防护的问题 第二呢 我们就要做早诊 要发现小的东西 很多普通的平扫CT 是发现不了的 除了废之外 那么需要增强啊 等这种有创性的操作 因此呢 从防护和有创操作保护的角度来讲 在其他部位 目前还不推荐做CT检查 从目前您的查题的结果来看呢 主要存在这么几个问题 从肺部肿瘤的筛查来看 我们发现呢 您的右肺的下页 有一个很小的结节 这个结节呢 边缘不是特别光滑 去胸膜呢 有五毫米左右 我们建议呢 您三个月以后 再做一次这样的一个检查 复查 因为从我们目前的诊状来看 我们不能确定它的性质 所以呢 三个月以后 我们根据和这个三个月前的片子比较 看它的大小的改变 做一个体积的测量 我们来判断它的性质 到时候根据情况 我们再跟您一个随后的建议 好吧 这是肺部的情况 从乳腺 另外一个乳腺的情况呢 我们发现 乳腺的左侧线页 有一个乳腺 就是这边 乳腺的木板 就是乳腺的木板 第一呢 有很多的概化点 这样的概化非常多 另外一个乳腺的增生 同时呢 右页的下级呢 右页的左下向线 右侧乳腺的左下向线 比一个小的阶级 1.1乘以0.5那么大 我们考虑是良性的 建议您 根据这个目前的这个 您的年龄和这个 目前检验结果 建议每年做一次 五项来的筛查 一个呢 是做超生 一个是做木板检查 然后配合医生的出诊 其他的一些问题呢 就是和肿瘤关系 不是很密切的一些问题 比如您的那个血脂 稍微高一点 低密度质蛋白 另外呢 还有一些 有轻度的脂肪肝 这些呢 通过也试结构的调整 都可能得到逐步的控制 目前还不需要使用药物 来治愈干预和脂肪 其他的情况 包括工颈来的筛查 比如您做的工颈 工颈的西方血检查 和这个危险因素 HPV病毒的这个检测 都是正常的 在这个方面呢 如果连续三年筛查 连续三年都正常的话 可以减少筛查的频度 和这个次数 基本上就是您的一个检查 好的网友朋友们 我们今天跟随我们的 体检者呢 按照医生推荐的套餐 进行了所有项目的体检 那可能网友朋友们 对于其中呢 还会有或多或少的疑问 那今天呢 我们也是采访到了 中国医学科学院 肿瘤医院防癌科的主任 徐志坚医师 为我们来进行详细的解答 徐主任您好 首先非常感谢您 接受我们的这个采访 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咱们这个是每个人 都需要进行防癌体检吗 还是说有一些特定的人群 那要进行防癌体检 至于说到防癌体检呢 对不同的人群呢 有一个具体的要求 不同的人群呢 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些 筛查的一些方法 我们建议呢 有高温因素的一些人群 上到40岁以上的一些人群 这些适龄人群 或者适龄的一些高温因素人群 我们建议它来做一些防癌相关的检查 现在有一些家族的遗传史啊 这些是不是也在高危人群的范围之内呢 对 这家族史呢 因为现在肿瘤的发生呢 很多认为是外淫和内淫相互作用导致的 内淫呢 就是说我们说的基因的这种遗传 很多的肿瘤 比如说一些乳腺癌 有一些结肠癌等等 它是由于家族遗传的基因在作怪 所以导致一些家族人群当中 可能很多人得癌 所以这部分人 有家族史的人 我们建议来做相关的检查 一般来说呢 因为咱们那个做过一次相关的 咱们国家做过一次相关的 大规模的一个第三次死因调查 在此行调查的过程当中 发现年龄还是一个主要的危险因素 年龄越大的人 得癌的风险度呢 会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高 所以呢 我们把年龄也作为一个很重要风险因素 所以建议四十岁以上的人 基本上是做这么一个标准 那咱们这个妨碍体检和常规的体检相比 有什么的不同呢 而且它特点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呢都问到我们 你们做这个妨碍体检和这个健康体检 到底有什么区别 说实话 妨碍体检呢是一个更精确 深度都比较高的动物体检 而且它是一种比较专业的体检 所谓精确和精度高 是因为我们采取的都是世界卫生组织 比如说一些大规模的中心的 大规模人群多中心的这么一种实验 总结出来的 比如说这种方法是目前癌症筛查 最好的一种方法 我们大概直接一步到位采取这种方法 比如说肺癌 肺癌经过长期的摸索 从胸透 弹细胞学 胸偏 过渡到目前的低基量CT晒查 我们直接是用低基量CT来做这个方面的癌症筛查 一些其他性检查 比如说乳腺癌筛查 我们也直接用木把和比超过联合起来做一些筛查 等等都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最敏感的方法 我们基本上说是它精度比较高 一步到位 我想请您为我们具体举一个例子 为我们讲一下咱们这个早期的防癌检查 早查早治疗有什么样的作用 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咱们以肺癌为例吧 因为肺癌现在已经成为咱们国家城乡居民的第一位的死亡原因和发病原因 发病率的一个疾病了 肺癌呢 大部分现在病因很清楚 90%是由于吸烟引起来的 大家知道一个吸烟导致的肺癌 胺细胞的 脂气管上皮胺细胞的癌变 长成一个一厘米大小的肿瘤 大概需要八到十年的时间 但是一个一厘米的肿瘤 我们如果不进一步的干预和治疗 到死亡 它可能只需要两到三年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发现早期癌的 八到十年之内发现一些早期癌 对这个患者的生存呢 是有极大的好处的 早期发现 我们现在临床上发现一些癌 比如临床诊断的一些癌症 发病五年的生存率只有13%左右 原因呢 是因为85% 我们发现的 在门诊发现的癌症 都是晚期了 中晚期了 但是呢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开始的一个肺癌筛查计划 证明 证实呢 就是说通过低基两栖地筛查 发现 极限癌症 早期癌是达到55%到85% 不同的门线有不同的数据 随后的随诊呢 就发现这个 早期癌发现 能够达到60%到100% 五年的生存率 也就随访了这些所有病人的生存率 这些早期病人的发病率 早期治愈率能达到90% 很高的数据 所以从我们目前的癌症的早诊来看 早诊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一直在强调 发现一个早期癌的效果呢 远远大于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治疗方案 就任何一个治疗方案都不及发现一个早期癌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徐主任接受我们这样一个专访 我想网友朋友们对于今天整个的体检体验的过程 以及对于我们对徐主任的采访呢 对于防癌体检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面对现在这个肿瘤发病不断升高的一个趋势 我希望网友朋友们不要再谈癌色变 而是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和解决它 真正的做到对肿瘤的这个疾病 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希望大家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健健康康的 面对每一天的开心生活 好的那这一期的健康有约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让每一个人远离挨得 感谢您的观看